今天我们所置身的这样一个中国的中式园林的公园 其实就是南京和圣路易斯友好交往的一个很好的例证 所以我感觉到在圣路易斯在密西西比 两国友好的基础不仅是优远 而且还是雄厚的 那你这次来圣路易斯是为了什么呢 我这次来就是要促进两国地方之间的交往 特别是圣路易斯和南京市的交往与合作 因为我们两国关系其实说到底就是为了人民 为了两国人民来造福 所以我们希望两国人民之间能够加强交往 能够促进相互的了解 能够多交往 那么疫情确实给人员的往来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但是呢约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够中断 要想方设法来这个进行交流 就是这就是我来的目的 进行交流 增进相互的了解 并且呢能够和沈路易斯和密西西比州的这个各界人士呢 共同探讨如何的进行和的加强双方之间的友好合作 然后你觉得中国和美国以后的关系会怎么样呢 中美呢都是两个世界上的最重要的国家 那么两国呢应该友好 应该合作 这也是两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共同的期待 但是现在中美关系呢遇到了全所未有的复杂的局面 这是不符合两国人民的这个愿望的 特别是我接触到了 沈路易斯和密西西比州的各界的人士 他们都期盼两国关系能够好起来 让我们之间的合作能够有更丰收的成果 那么当前的困难呢 需要我们拿出远见和智慧来克服 希望呢两国关系能够早日走出阴霾 能够给两国的人民 也给沈路易斯人民带来更多的信心和希望 也希望呢各界人士来共同为此人努力 不光是在这个中央政府联邦政府这个层面 也需要在民间在地方都来做出我们努力 Do you have any words for young Chinese American or Asian American students or people in St. Louis? Hello young people of Chinese and ancient communities I'm Qinggang the Chinese ambassador I'm very happy to visit the city of St. Louis I know that there's a strong cultural bondage between St. Louis and Chinese and ancient societies I hope that you can learn more about the historic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sia and the city of St. Louis and I hope that you will be the bond and also the bridge and the future of the friendship between China and Asian countries and St. Louis I wish you well and I wish you success in the future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感谢观看